香港時間晚上12點半左右,一節都是講軍事,但是講烏克蘭 我先講解一下烏克蘭的戰況 我先講正題之前,烏克蘭最新的戰況就是萊曼解放了 接著現在向卡爾科夫地區的其餘城市邁進 應該很快就有新一輪的會戰,另一方面就在黑松地區有重大的進展 應該在黑松開始進攻,現在俄國就兩頭燒 但是還未打進黑松城裏面,我猜黑松最後都是被鉗營攻勢包圍 接著是Pocket之後就頒了自己的同學 就好像來漫戰也是的,你鉗營攻勢,斷絕後奧 那些人恐慌,特別有些新兵恐慌 一恐慌就無罪撤退,無罪撤退就留下了些重裝備 甚至可能有些重裝備賣給烏克蘭 不單止不用死,還有一筆美金賺,有什麼不好的 但是這個我想在卡爾科夫線那裏,卡爾科夫萊曼線那裏 會乘性追擊,但我猜會都會有一輪的整固 始終我相信萊曼有很多狗事垃圾邀請來的 下一輪的重點應該是黑松 在冬天之前,黑松有過進展 因為萊曼線,萊曼線已經達到他的目的了 你看到李昌西斯克,北頓列治克那些 全部都已經在吃黑松 其實這個目標很簡單 為什麼很驚訝,死守萊曼 不是說完全一點道理都沒有 它的原因是因為萊曼失守 那些黑松,或者PZH2000的精準打擊武器 全部都推到那個位置 接著就不斷炸 不斷列治克,尼昌西斯克那些就不熬得很久 如果再不斷列治克,尼昌西斯克那些失守 應該很快就斷列治克一帶,吃黑松是不完的 因為那些是民兵,那些不是正規軍 那些怎麼熬得這麼多黑松呢 因為不斷飛黑松過去,基本上是崩潰的 我認真的是,你不斷飛黑松 不是長距離那些,是那些彈頭換了 彈頭換了它就怎樣 一爆的時候就爆很多那些烏彈 烏金屬那些,那些殺傷的多厲害 那些一爆起來,一個軍營這樣爆 基本上,就算你不被炸死,也會被碎片擊中 用刀是死的,萬箭穿心機關槍 誰想繼續打下去,神經病 我估讀俄軍聽到Heimars已經怕進入一些心兵 所以我說,俄軍特別軍事行動 現在的局部動員是送人去炮灰的原因 當然車神那些人,不如用尖尖 直訊核武器,他試一下 他試一下用核,用核的話 美國就真的會做事了 用核的話,好實講 就連奧爾班也挺不住 因為你用核就可以核 用常規武器 美國現在都只會提供武器 提供金錢和武器的階段 但如果你說玩核,美國就會正式加入戰場 因為那時候就不是烏克蘭有人去打 因為你玩核 我覺得習近平也不想開這個施藝 如果是打仗,某個位置可以用核的 這些Pandora Boss 所以沒有人想開這個施藝 除了車神那些 車神那些人也會抹黑 他也可以成績毒藥 你覺得車神那些人是真的,喜歡普京嗎? 那些我強烈是一些高級黑社會 那些人都要扶貴的 但無論如何 這個我覺得真是重要的 美國的租任法案,即Rangis Law已經在行銀 簽署申告之後已經開始行銀 接著,現在美國打算每個月給1.5 billion美金的軍事援助 比喻一下,1.5 billion美金 接著,他就希望歐洲給同樣的軍事援助 其實現在都很明顯有共識的,我猜德國最想做這件事 因為德國有著數,為什麼德國有著數 沒事的,德國這次有IRST 那些PCH2000,PCH2000的人說是烏克馬 那些是德國政府會付錢的 如果美國這樣,那些炮議都批 其實那裏製造很多就業機會 德國的重工就業機會 因為軍事一定要留在德國,變成可以擺脫中國 因為我的就業機會全部都在德國裏面 他那裏對德國的助益很大 所以我就相信每個月1.5 billion US dollar 法國和德國都會製造的 我覺得其他歐盟國家會滲一點 應該都會找到這條數 1.5 billion US dollar 打到贏為止 老實說,如果3 billion US dollar 一個月打到贏為止 那些軍目,那些武器援助 嘩,你想想多多HIMAS 多多PCH2000 打到俄軍,變成碎片都還可以 那美國還要整個烏克蘭 在德國境外整個烏克蘭指揮部 協調軍事援助 我相信烏克蘭指揮部 是為北約正式軍事介入做準備的 如果你玩核的時候 烏克蘭指揮部就不是協調武器援助 就變成,即是怎樣 北約烏克蘭縣征軍 直接過來準備 打出俄國 你自己想 那個玩法很厲害 你想想,3 billion US dollar 的援助 換言之,現在烏克蘭可以毫無後顧之憂 我喜歡HIMAS就是HIMAS 我喜歡神劍版就是神劍版 因為他看見效果 OK 鄭鴨這個人很喜歡說大眾心 我現在就不知道誰有大眾心 現在真是玩鉗型折勢 一塊塊吃的那個 那個是Ukraut 就不是你鄭鴨支持俄國 我現在都不知道誰潑哪個冷水 不知道誰潑冰水 鄭鴨這個人應該浮上水 這人每天都在描暗 這人每天都在描暗 一天到刻就寫了些似是非的東西 大家看到鄭鴨的頁 在銀行報告 我就不明白為何還有傳媒 找鄭鴨寫東西 我就覺得夠了 這些人 這人真是垃圾 這人真是垃圾 不是你有沒有多少大眾心 其實你回到去就是 你的武器能不能夠 斷判這些 鉗型攻勢的問題 因為 這個不是二次大戰的鉗型攻勢 OK 你看好像一樣 但其實不是的 OK 現在是這樣 首先 先用 反輻射武器 掃除這些 反輻射機器的 系統 所以你看到俄斯最近少了很多 S-300那些出現 因為 現在每個月三億美金軍費 三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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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三十億美金 其實 很簡單 我先用 反輻射導彈 掃除S-300 S-400 S-1 我全部給你掃清光 反輻射導彈 再加防空母系統 9 RST最主要是城市防衛 好 我將你的制空權無光 即是你空中威脅無光 我再用無人機 配合直升機 配合高精準度武器 即是哈馬薩 那些 神劍彈那些 我清光你的支援 那些地方 我清光 然後我就陸軍 城市 我先是鄉郊的城鎮包圍 然後最後才包圍你城市 你到了包圍城市 你其實已經炸到 炸到沒有了士氣 你怎麼說 連食物都沒有了 那我就走 我問大眾心 現在哪有大眾心 現在其實美國 美國就摸到條路 怎樣對付俄斯的條路 去摸到 但那路很簡單 總之就是 有一條機標準公式 它每一次都是這樣 而俄斯每一次都是這樣 配搬 精進打擊 你最重要的補給站 你開始沒有補給站 你開始沒有補給站 我就怎樣 掃掉你的防空系統 然後就空中襲擊 然後就空中襲擊 無形機襲擊 什麼襲擊都沒有 我大規模空中襲擊 空中襲擊 我拿到你的鄉鎮 我拿到你鄉郊地區 然後再吃餓肚 這就是基本打法 飯是一口口吃的 就是這件事 你講到鉗形戰術 我不想講Dragon 其實應該是正式的名字 叫做鉗形戰術 但是 我就說 飯是一口口吃的 OK 膠是一塊塊打的 OK 現在 美國摸到標準打法 他有信心 奧克蘭可以大規模執行動 那要盡快打完 就是什麼 我大規模提供武器 我不斷提供HIMAS N-O 標槍 總之 有什麼武器就放在這裡 會不會最後放炮2 都未必要 因為炮2的問題 美國坦克就不要 他的速度很厲害 馬力很厲害 但燒油都很厲害 我恐怕 烏克蘭的補給 有些難度 炮2是油渣 油渣很渣 但問題是炮2 好了 現在需要不需要提供炮2 我也不容易 現在基本上 你用HIMAS 再加 PCH2000 再加海撒油膽炮 我已經炸到地無三尺平 是不是 我是不是真的要坦克 但是每次我都按夠 你維氣大量坦克 喂 我效義 我要更新給你 供應 我要給你 我要給你 訓練 訓練 訓練都容易 因為PCH2000 已經給了一定的基礎 PCH2000跟炮2 有些共用零件 問題是 我始終要再開一條零件線 そして涉及美國的 聲控電話 還要炮管 你記住,那些維修的東西 現在是否需要多建一條補給線 這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基本上就是 30億美金每個月的軍費 我估計,如果照這樣打 應該隨時,冬季都可能打 這樣打,還可能打 這樣,潛營公勢 或者冬季打得更爽 潛營公勢到怎樣 那些雲巾全部沒有食物,連油都沒有 那時候,那時候沒有恐慌 那些俄軍自己已經遭遇了 因為先冷藏了 沒有人想做冰季燃 沒有人想凍死,沒有人想凍死 沒有人想凍死去投降 是這樣而已 一蛋一蛋吃 所以如果美國是給30億軍費 俄司又沒有軍費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很難打贏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烏克蘭不用怕彈藥 我又有遭任法案 我估計之後可能隨時是這樣的 如果是美國遭任法案 有什麼想要的? 美國或者英國遭任法案 主要是美國 美軍在克里米亞整個基地放在這裡 這個真是很誘惑的 我北約做一個克里米亞基地的海軍 這就是阿爾當想夢寐要求的事情 如果北約有一個克里米亞基地 土耳其就不明白 無後顧自由 土耳其、馬利亞、保加利亞 全部都無後顧自由 這就是阿爾當真心想要的 假如我是阿爾當想要的東西 就是塞凡堡變北約基地 哇! 我真的感到很大 我真的感到很大 如果美軍地中海艦隊有個基地是黑海 改名叫黑海地中海艦隊 你想一下對北約有幾大的防衛益處 你想到都想笑 所以30億軍費沒有白費的 30億很低費的 我每個月30億軍費 那很多錢不來的 我美國給105億軍費 我給105億軍費 我給105億軍費 永無後顧之憂 多划算 都不知道多划算 但又不用你出命 以後美國的介入模式就是 命就不用你出 最主要是出彈藥 出情報 人前線可以訓練的 情報我的 科技我的 前面就幫忙打 台灣也是這樣 那你介紹給中國 糟糕了 你想一下那裡很划算的 很划算的 所以這個是每個月30億美軍費 那個 那個 將會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30億美金放在那裡 你不斷地有新的軍援 不斷地有新的玩具 你越用越好 所以我相信烏克蘭全面光復 我好想不再是一個強國 我也是說一句 你夠膽出核 就算出核美國也不怕 現在才是最重要的 出核美國也不怕 如果出核的話 習近平多得你不少 因為如果真的出核 就開鮮藝 因為要出核 核鬥核 當然不要玩到世界末日 如果真的核對核 隨時是 我不見得會贏 因為美國核的領域是高很多的 如果真的核對核 如果中國對美國用核 你猜 你猜美國用核厲害一點 還是喜歡用核厲害一點 那件事很簡單 所以西方盟國 我相信烏克蘭之後 會越打越好 而且其實普京 會不會 俄斯裏面有壓力 就是這樣普京 因為這樣打下去 不是辦法 這樣打下去其實是俄斯省的 民心換省的記住俄斯 尤其是你現在 一宣佈吞併四個州 立即輸的外蠻 即輸 如果一打四個州即輸的外蠻 那是二次大戰以來 第一個失去 即是 under the Russian threat 的情況之下 失去的城市 雖然那個是入侵人家 你想想 這樣輸發 你驗戰情緒一形成 因為沒有贏 你驗戰情緒一形成 加上戰場主導權 不在你手上 最後 在普京 可能會被 軍事政變對臨 這個不奇怪 大哥 我不會陪你瘋 但是當時軍事政變之後 政府 有沒有一個好政府 我不見得是 又是問題 會開始散 整俄羅斯會散 這個也是下一節 為什麼我會說 亞美里亞 退出CFTO 即是亞美里亞 退出CFTO 應該就是 內斯普魯士的功能 不用說 但無論如何 怎樣也好 烏克蘭 現在是無後故之 有這麼大 它有最好的武器 而我就想看 那些軍武人 鄭鴨 那些人 看看他們之後怎樣解釋 現在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我會想 其實很多講軍事的人 都不記得 美國贏不單止武器 美國贏當然是代表科技的實力 但是美國是財政管理的實力都強大 然後又可以解釋 烏克蘭 或是很可怕 烏克蘭 烏克蘭 不是也可以學到 烏克蘭 而且烏克蘭 還可以結合以前的蘇聯 即有句交眾說 掀明戰術是蘇聯 其實是不錯的 也對 但你再看回二次大戰 第二次大戰 蘇聯 是用掀明戰術 一塊塊地吃下去,吃到柏林為止 但是你可以將北約和蘇聯結合 集大性 所以我說以後烏克蘭是一個新軍事強國 一定是,隨時世界大義是他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隨時世界大義是他 世界大義是,如果不扣除核武之後 世界大義應該是烏克蘭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現在是 人家有專業訓練,人家有戰意,人家有作戰經驗 作戰經驗這些不能取代 正如黑俄地亞兵,你敢不敢和黑俄地亞人打 我猜全世界沒有幾個歐洲國家想和黑俄地亞人打 很簡單,黑俄地亞暴風戰役是甚麼 暴風行動打得多厲害 暴風行動到今天都是教科書式安危 暴風行動是戰爲,是瘋狂的 暴風行動是甚麼 然後蔡爾維亞整班都打到進了一個坡 暴風行動還要厲害到是甚麼 波斯利亞軍隊原本由被圍 反而參與反包圍,是瘋狂的那場 那場真的是經典戰役,經典戰士 所以你問我 現在烏克蘭應該 我對現在剩下唯一的隱憂是核彈 唯一剩下就是核彈 如果沒有核彈的問題的話 其實當美國推出歐洲的大手筆 歐洲繼續大手筆的時候就佔防衍 至於那些 我想其實大家應該有一件事 軍事的事情應該重新 其實今天聯合組報有篇文 聯合組報有篇文是好的 聯合組報有很多東西你必必同意 我在聯合組報寫得很久 但是在聯合組報寫軍事 他就沒有死錯人 因為始終新加坡有復兵役 復過兵役是不同的 差很遠的復過兵役的話 他有一篇文章鄭景祥說 是打仗不是請客吃飯 那篇文章是好問來的 他說的話很簡單 我只是說最後那四段 最後那幾段就不明白 為什麼我對軍武完全是 完全是藐視 這是聯合組報多媒編輯副主任說的 OK 我用香港語役 不要忘記 這批剛剛被動員的軍人 如果要通過戰爭過度訓練 等到可以上戰場的時候 可能就要入東 到時聯合的氣候連澳兵都熬 對那些半途出家的預備役人員來說 挑戰就更艱鉅 另外戰爭動員 並不是將人徵召過來就可以解決問題 整個國民經濟將要進入戰時模式 有分析指出 到時共和國軍工生產可能要優先於工業生產 國家工業自然被轉爭奏損 民眾的生活物資將會受到大受影響 會進一步引發不滿情緒 有時前線告急 立即需要軍工物資 國家還要有足夠的民用產品 以備戰時徵用 這種保障動員才能夠進行 所以歷史上大規模的軍事 還往往會導致國內分歧和矛盾加劇 所以普京選擇這條路是十分難以理解 戰爭本來就耗費大量人力和物資 動員預備役人員更加是火上加油 每一刻都在這裡少人錢 雖然烏克林都不富有 但他背後有歐洲和美國這些資金紅厚的大老餐腰 可以打持久戰 普京以己之短公彼之長再動員下去 不用等戰場分勝負 經濟壓力就可以將鵝屎打垮 這件事 新加坡人寫軍事文是有些了道的 跟台灣人說軍事話普遍都比較有了道 除了那些投了貢的那些仆街 有原因的 始終受過軍事訓練 新加坡的陸軍那個差謀訓練不差的 以我認知 都是美國那套訓練的 所以你看完這篇文就知道 三 你派一些心給我 是真的做炮灰的 真是神經病的 普京還以美國大把軍費給烏克蘭 你打一條毛的 好了 今晚這一節到這裡 第三節香港的時間 清晨三、四點 左右